仗者收股息5月23日上午5点 道指跌,道指跌少点,道指跌多点 道指跌多点,道指跌多点 等英伟达的业绩 结果跌了31点 除了微软和META之外 有得升之外,其他值值都跌 股王英伟达说一股拆十股 即是拆势 香港的股票术语叫拆势 拆势之后,每股的价钱等于现在的十分之一 等很多人去炒,意思是这样 容易门槛低一点,容易上车 虽然业绩增长七成的利润 但都是跌,因为升了来等 其实这些太阳之下都没什么新事 又要等它消化业绩 然后再看看,咦,拆势啊 拆势通常是对股价很有利的 拆势的股,大家想一下容易买一些 不用那么贵 对股价是有帮助的 所以盘口也有得升的 本地跟纳指正好相反的 曾经升过来的 升过19359,很多股都升的 每次又跌回 有些朋友很担心这些事情 一样叫恒生,为什么升得这么多 有一个错误的传说 就是沽空一定会赢的 不是的,沽空不是一定会赢的 沽空跟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你沽不跌,那你也要欠本的 你也要给利息的,你也要平仓的 所以有个朋友说 见到恒生红色这条线 沽空比率收市的时候是42% 就说有人想去跌 或者看它跌 这些人未必有股的 全部在玩玩的 沽了都要平仓的 对股价即日就没什么影响了 三个月新高升了1.498% 好了,那只领战,领战跌了4% 4%就不算多了 跌4%就是它之前升了 有个朋友留言说 大行唱衰它跌 唱衰它跌有反应 是不是真的因为唱衰它跌呢 不是的,我觉得 这个大行报告 哪有这么好的影响力啊 瑞信暢淡,瑞银暢淡 叫它沽售什么目标价 没有给目标价位有没有 目标价由削至31.5% 很实声而已 上一次的低位都是32元 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呢 因为去到32元时 有很多投资者都觉得它很值得买了 所以买就跟着大市上了 如果大市跌了 它跌的很合理 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如果你真的很信这个税银的 你应该现在买了它 等它去到31.5% 你再买回 或者以下你再买回 第一,其实买领钱的投资者 好像我那样 都不是很看好它 是觉得那些投资参数 跌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单位数字的PE 和有7L的息 买一点而已 不是说看它有什么 好的业绩在前面等着我 假如专业一点对待这些 你就做一个压力测试 看看你自己手上的仓 如果真的跌到31.5% 或者30元 对你自己的仓有什么影响呢 我都算过了 我现在暂时来说 这个领展占我的仓位不高 如果跌到30元 我想很多人会买的 很多人不用担心的 我的推测就是 领展今年会有息派的 就来宣布了 很多人都在炒它的业绩 我觉得它有息派 派少一些股息 是行业的标准来的 现在还是 所有的房拓都是派少了股息的 派得最少是 就是少得最少 跌幅最小的 就是这个435那些 其他李生旗下的所有的房拓 都减派息的 2778都减派息的 每次都减派息的 所以它有些减派息不出奇 加上它又买了那么多东西 东西都没有贡献 货都没有贡献 那盘数不是那么漂亮 是预了 你要记住 如何应对这件事 第一它的目标价31.5% 都不是什么惊吓的东西 不久之前而已 不久之前是32元 那我这里 我都买了32元那时候 买不多 买一些这样 就是我都是32元 我都在这里买 其实跌过去的目标价 曾经在这个4月的 又是夜几号那时候 后来才慢慢升回去 所以跌回来再沉底 这些股票不出奇的 因为它做每一样东西都不得到投资者的认同 这个CEO 去外面买货 买个地盘回来发展 然后又要借很多钱 然后又要供股 令到这些资产的 就是这个股票的价格 一路向下跌 就是因为它向下跌 跌到某一个地 不过点的时候 就有人会去 转一下去墙 不需要担心 需要担心 跌一下更好 之前就超买 跌一下 再跌多一些 那就是量力而为了 这只股票是有息派 而且息率还不差 息率现在是7.76 好过这些中资银行股 它的市涨率就是0.47 要不就反映这个数字 要不就反映它的股价还没跌够 通常房拓是0.3 英均是0.2以下的 就是这样的 新世界也是0.2加减少少 那些就资产多 股价低 令战可能是股价还没算低 或者资产的股值很厉害 因为它很大份 不过它的息率和PE都是很低 市盈率是4 还有收益率是7 还有股价减值呢 还有它拿着一些大陆货 股价减值我相信会挺大的 这个数字会挺大的 就是举例你拿着一个 什么曼科 曼科的商场权益 那些要减值 很明显 你拿着一只地盘都未发展的 吉地这样 那些一定减值 其他地产商都减值 那些又虚值减值 有可能因为这样 而令到股价跌下 那就是一个投资的机会 我就是这样看 但你测试它不影响我 我不知道会影响 留言那位朋友是否会影响它很多呢 我相信这些股价都不会很重仓 是不是 其他这么多好估计 中资银行股做得这么好 匯复恒生也做得这么好 我想很多人都 那个仓都不是单纯有领钱这只 五日低 如果你很相信垂银的 你应该现在买了它 现在还有五元给你玩 你现在买了它 跌到三十元就买回 也挺好的 我就不敢做 因为我认为它会有色派 还有我都没买尽 我都没买完我的budget 各个人不同 这个是盈富基金 盈富基金长期都有二十多至到 不如在这里 六十多的沽空比率 但是过往几天是升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各人的投资的方法是不同的 有些是专沽的 譬如在这个五月六号 二八零零的沽空比率是76% 就是高过恒生的沽空比率 高很多的 所以恒生就升到有些超超的 但是它上一次的高位都没到 上一次高位是119-120 差不多了 现在它差不多变成一只52周升股 但是这些不是真升的 就是跌了然后才要收服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没有那些中国银行 中移动那些 全年是有一个升势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像有些似曾相识的局面呢? 在一个跌市恒生指数 看回ETN 它有以前跌得多的 职弱多些的 那些股就有得升的 那之前升得多的股 就是跌多些的 例如恒基地产 就跌了多少 就是平手 这些叫26.8 石油 中行 工行 这些 就平手 新鸿基 之前升得多好 多两例 那些平安 移动 行龙 那些就跌了 港交所都跌了 之前强势那些就跌了 很多时候就是 获利了 就去投资去哪里 投资去一下新世界 新世界去9.94 但是如果大跌市的时候 就没有身份证了 就是个个都会跌下 只是有些跌多跌少 恒生银行 就算是一个沽空盘 这么厉害 都有得升 沽空不是一定会赢的 主要 汇丰 69.5 都有得升 但是到跌市的时候 都没有一行面 这些都会跌回 国寿联通 这些就得升了 港铁都有得升 就是这些 说回联想 联想992 昨天是蓝筹之中 升得最厉害的 这支鼓 这支鼓 就有个歌仔唱 歌仔就是去出AIPC 我在商场那里 有时都看到某一两只PC 它标签出来说是AIPC 但是我都没打算 买一部AIPC玩 什么是AIPC 它那个零件 当然要高档点 快点 好点 贵点 接着它要有个 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可以做到几种东西 起码都是 第一件事 就是交谈 就是你问它 它生成了一篇文章 给你 就是在机器里面 自己做 不用上网的 接着就是文字转 任何东西 文字转视频 文字转图形 文字转 一个PowerPoint 很多东西 其他什么特殊的功能 就没有了 那些企业要用的 就没有了 就是AI计算 这个导弹的轨迹 武奈那些 就是所谓是 游乐 游乐形式的AI 就包了给你 所以这个故事讲起 那些人就想一下 这些联装是否做这些电脑 不是很好 但是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它在中国里面 譬如公家 就是阿公要换电脑 它没有份的 它的标书是被华为赢了的 第二就是 AI一定要分东西 所以以后它如果买AI电脑 多数都是买一些西方式的模型 西方式的模型 你要买到大陆 不行的 那些是二五仔 你问它好不好 以色列好不好 它猛话好的 可能教了它 可能 所以不行的 西方也是 西方又不让你东方的AI 那些大模型 进入民间的 那民间就问它 中国好不好 中国很好 中国爱好和平 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它说这些 又是教坏它自己 那些人民的 就是它不想它知道这件事 它就让它知道 它又不行的 你想想 AI交谈那方面 就是一定要分得东西很重要的 另外那些什么文字转 任何东西那些 那些就可以大家共用一下 那些形势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只股 升就有去升 其实你买中就好了 就是你买中 在它没升之前 你买中就升了 就不要追了 就是它是卖硬件 卖装陷电脑的 这样 韦普都懂得整的 DEL都懂得整的 是吧? 就是很多都懂得整的 所以它又不是 獨市的生意 它在中国的市场 又不见得很好 所以它这个故事 有得唱都叫做好 在一个电视之中 有支歌仔唱 有得炒一下 我以前有过这些股 大约是我未退休的时候 就有过这些股 有色派的 当时呢 后来我就重整过了 买多一些 现在的所谓的中特股 那这不是中资的 虽然它是什么国企指数里面 其实不是的 它这些 最初期的资金 是在中国科学院的 整一下整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下了去那些老闆那里 在民间 在民间来说 链掌的地位不好 在中国 韦尔达宣布了 业绩增加派息之后 就是升了9% 很厉害 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分析确实是大 你想想 50元一股 派3.8港元 50元港元 派3.8港元 派3.8港元 7.35元 就是7厘 整份息超过7厘 一份息 就像中资銀行股那样 这么厉害 今次这个股息 一期而已 下一期 隔半年之后 还有一期 它一年派两次 所以 随不声就升了 升了一份股息 由50元当分水嶺 升上来 我女儿都出货了 我女儿雇了 我就拿着 我还剩下6,000股 我早前减了一些 提早收了4元股息 其他我都拿着 拿到这个随证 但这个升幅 确实是需要回下的 一天之间 升一份超过股息的升幅 我相信它要回落些 除非很受人关注 继续有跟进盘 买起它 这只股 近期表现得非常好 在一个跌市当中 今天我觉得它应该回一些 应该回 根据过往的 它的表现就是 宣布了之后 还有一段缓慢的升幅 给你去做事 这次是特别多的 不知道是否那些人 那些钱 钱多呢 每个人都喜欢 这些牌色高的股 我觉得升多了 我女儿出货 我都觉得 都应该 最重要是 卖货 最重要是自己满足 你满意的 你觉得符合你自己目标的 那就买了 它现在多一些钱 等下今天跌市 就是它都不问我了 它现在不用问我了 它买了才告诉我 我买了 恒生指数 期货 低水 161点 又是三位数字 今天会跌的 就是所有的中概股 包括阿里腾讯 都要跌一些的 阿里是这样的 阿里 就是它要 给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买它 买了不是跟你过小的 它会卖货的 阿里京东 全部都会跌的 英国大选 英国有什么影响力的 英国大选 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事 不要跟着美国的政策 所以7月4日 大选对这个经济 无论对经济 对政治局势 都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已经不是大英帝国了 它这个国家 是欧洲的一个国家 脱离开欧盟 位于欧洲部 这个地理环境上面 的一个国家 美国选举就不同了 有些政策可以左右 这个世界的贸易 和美国的经济 那个影响力就大一点 油价就跌了1% 其实昨天 美国开市没多久 那些所谓战略石油储备 那些又升高 先给一些那些数字 然后油价又跌 即时期货又跌 油股有一个向下的作用 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动作 可以铺牌一个减息的场景 油价又低了 然后飞龙就业数字又低了 GDP低了 CPI符合预期 接着来说 又会有一些失业数字 那些铺牌一个局势 就是说 减息对于民生是有利点 找一个下台阶 主要就是这样 加息就没有了 我觉得 今天我就看跌的 又是一个电视 已经连跌第三天了 今天跌市的几率很高 会跌得相当分量 几百点 你可以不做事的 可以 最重要是自己做一个压力的测试 看看自己 如果你手上拿着一些弱势股 如果再跌多一点的话 会不会对自己的仓很大影响呢 对自己的现金很大影响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 就选择一些 你有得获利的那些 就选择一些 拿回多些现金 将来连些好股都一起跌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有子弹去买便宜些的货 回来收股息了 我是收股息的 买股的视野都是集中在那一类的 5号仔 昨天有得升的 升1.31% 就是完全是copy A股和美股的关系 昨天只是1元的水位 那就升回9毫子了 都挺好的 一直升得挺好的 但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折合美金 就有半元的低水 就是会跌回一些的 今天加上那些指数低水 加上中概股跌 加上道指又跌 这些股是会跌一些的 保守一些 今天要保守一些 我想银行股都会跌 都会跌 恒生因为升得太急 都会跌 这个升幅实在是太多了一些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在面对着 40%以上的沽空比率 都仍然有得升的 就是说那些买盘是凌价性 比这个沽空盘 买盘包括街外的投资者 包括自己公司回购 所以这只股不是相对强势 是很强势的 如果跌得多的话 可以继续买的 因为那些沽空盘 都有朝一日要平仓计数 所以它平仓的时候 又帮买盘 很奇怪 升得这么多都说好买 好买这只股 就是在面对强敌 面对着这么多沽空的时候 它仍然站得这么好 竟然有得升 防托方面就是 阳光房地产都升了1.5% 另外就是2778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都升了1.5% 防托如果这两只 特别是这只冠军这些 都还没随剩的 随剩了明天派息收息 我经常记错那些日子 这些如果跌得比较多的 跌到1.70% 1.60% 如果在一个大跌市当中 这些是好投资的 英均昨天升了1% 升了1毫升 这些股 之前为什么会跌 所有地产股都跌 不记得过往十几个月 所有地产股都跌 是从4月中开始 这只股是早点开始 就是有一个向上的转势 那些本地地产 这只股如果看到有得跌 都可以加一点 少少地买一点 因为它的市涨率 市涨率就是很低的数字 是0.17%的数字 就是说它拿着资产很多 还有它收租是很有利 就是给过七人钱 就是给17元收100元的租 就是这样 就是它这只股 是收息的量是相当可观的 就是英均 现在是买这些了 就是买这些了 买这些 升了很多的 举例 中千银行股 我觉得会回一些的了 1288 甚至乎可以减些炒虫症 这只股 农业银行 领展就最重要是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做一个压力测试 你觉得可以继续持有的 你就等它跌 那些股 跌了就会升的 不需要你这些大行 个别大行 大行的话 新世界它要8.8 有朝一日 现在到17号 昨天也有得升 是不是 升了2% 它在这些大位 10元位那里 一定是有点阻力的 上下又跌了 上下又跌了 通常都是这样的 这些股是 这些股如果跌得多些 就可以买一些 买了之后 但是你心里不喜欢它 心里觉得欠债欠得多 所以你不要买这些 如果你怕就不要买这些 买回那些12号那些 另外就87 87曾经碰过11元 这些股是穿 这些股是畜世代穿 这个位置上11元 很久都没有11元 金融海啸的时候 它是16元的 但是它的过程当中 它整个生涯当中 是给一些大股地产 又送一些给你 又送一些特别股息给你 它卖了一些东西 就送一些特别股息给你 所以它现在的股价是反映了 派了所有的东西之后 现在的现实 太股如果看到它跌 太股可以买的 国泰航空 8.5元 8.6元都不贵的 现在 如果看到它跌 这些股价就好买了 继续有人搭飞机 货运才是厉害的 我认识有些年轻人 我认识有些年轻人 有机师的牌照 过往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在疫情 在艰难的日子 找不到工作 他要做一些私人飞机公司 有些不是握飞机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航空公司 就聘用了 四围地找人 航空公司 叫你买中国的航空公司 你就不熟 不懂 不知道它内里有什么 国泰航空 它的业绩 我觉得未来两三期 都会继续好的 如果预计跌 就可以买的 今天先讲到这里 今天看跌市 跌得相当的 不用焦虑 各人 各人有各人自己本身的 承受能力 和他的目标 就是投注的目标 投资的目标 不是投注的目标 所以最重要是自己 做一个压力测试 在最坏的情况下 我会怎样 如果觉得也是这样 我想最坏的你都试过了 过往18个月 所以就定点来 不用怕的 今天先讲到这里